大家要把那个笔记超好 就是台积舰它归来这几年 它有几个关键的数字 就是关键的本意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知道 哇我们的护国神山 简直是不动如山 但是在它既配席出人意料之外之后 股价就真的开始动了 那么护国神山之后 怎么看它的合理价位 我们今天请到专业分析师 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好欢迎一下我们国家认证 股市分析师孙庆隆 庆隆好 余芬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护国神山 因为之前大家都说 它不动如山 因为它就没有动了 没有再爬到600块钱之上了 但它既配席一出来之后 哇就真的动了 是不是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你最爱的台积电 其实我觉得台积电没有不动啦 其实你把时间拉长 它去年其实已经涨了两倍了 所以它今年股价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都是还蛮合理的 那其实我们在看台积电啊 其实我觉得它今年之所以会 上半年会出现不动如山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于它的股价其实已经合理反应了今年获利该有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们认为随着台积电未来这几年的获利能够水涨船高 它接下来的股价其实也会跟着节节高升 那这个获利跟股价之间要怎么去计算呢 其实我们长期以来 其实我们在计算台积电的合理股价的时候 其实都会用台积电的EPS去乘上它的一个合理的本益比 计算出它每一年的股价的一个合理的波动 那以今年来讲 今年台积电的合理的EPS大概是落在23.3 这个是以台积电他们今年的一个法轮图片的预估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23.3 那过去台积电目前市场给它一个合理的本益比 大概是落在27倍 27倍啊 对27倍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变化 其实在2019年以前啊 其实台积电的合理本益比大概只有20倍而已 但是这一两年其实已经被拉升到27倍 那为什么会被拉升到27倍 最大的关键 其实是来自于台积电的技术的门槛 已经进入到无人能出其有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可以用台积电它的制程 其实跟Intel去做一个相比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啊 当时其实台积电跟Intel的制程啊 大概大体上其实台积电是落后 Intel两年的时间就制程来讲 所以为什么当时台积电其实在2019年以前 在2015年以前台积电 大概合理的本益比大概是20倍 是因为它的技术门槛在全世界的一个半导体来讲 还不是最好的 但是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 当时的台积电的技术已经追上了Intel 所以这个时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那进入到2019年到2021年 2022年之后 其实台积电它现在目前的技术门槛 其实已经领先了Intel两年的时间 那以今年台积电已经开始量产5奈米 甚至明年即将量产3奈米来看的话 其实Intel现在目前即时要急起直追 因为要能够追赶这样的时间 大概也要1到2年的时间 所以这27倍的本益比 也会持续到未来这几年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合理的本益比之后 在乘上台积电它今年的EPS预估 预估在23.3元 所以23.3元 这样称起来是多少啊 我的数学 就是629元 就是629 这个其实就是台积电 今年以它今年获利该有的一个股价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它今年年初一二月的时候 股价拉升到629元之后 所以如果以2021年的EPS是23.3元来看的话 乘上23倍这个便宜的本益比 台积电今年和获利便宜的股价就会落在536元之下 所以看到今年的5月17号 当台股所谓达到这种恐惧的总和的时候 台股一路下着到15100多点的时候 台积电的股价其实就曾经来到这个便宜的价格 不过现在随着整个行情慢慢的回升 那台积电也慢慢的回到它该有的合理的股价 那刚才我提到说 其实台积电未来的获利一定会节节高升 那其实以它今年是赚23.3元 那明年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其实台积电合理的EPS应该会落在26块 换一之如果以明年的获利来看 598元以下的台积电都是便宜的价格 那台积电明年的合理的目标价会来到多少 其实就用它明年26元的EPS乘上27倍的本益比之后 得出了一个数字叫702 所以明年其实我们认为台积电的一个合理的股价的波动 其实就是598到702元之间 如果这个行情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 我们的聪明的投资人 其实就可以掌握台积电买低卖高的一个契机了 那如果更好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就认为它的本益比可以到29倍啊 那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拜登在基础建设的经费当中 有一大笔钱是希望要扶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你也可以想见了之前台积电可能领先这个Intel 两年的技术就像你刚讲的 可是如果说拜登政府全力在扶植Intel的话 钱都砸下去了 他有没有办法这个领先台积电 这可能也是一个潜在的压力啊 你怎么看待这个基础建设这件事情 其实美国现在目前已经规划 未来要投入大概520亿美金 去扶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那这520亿美金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的 比如说像台积电或像三星 或者是像美国当地的Intel 去扩大美国当地的一个半导体的投资 那预计大概会在未来的几年内 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他们自己有评估 大概未来几年内 其实在美国会新建7到10座的半导体机能厂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的一个 在目前全球市场的领先的优势 其实我们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面向啊 其实我认为其实就技术门槛来讲的话 台积电的领先优势还不会被超过 是因为当然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它可能在新建成本上 甚至在制程上 可能跟Intel它的竞争对手 Intel可能是会平起平坐 但是不要忘了 台积电最重要的生产基地都还落在台湾哦 台湾其实在5月底的时候 台积电在技术论坛的时候 就明确的表示 未来台湾将新建12座半导体的晶圆厂 这个其实可能比在美国新建超过6座的晶圆厂 其实规模还要大 那台积电的那个制程 其实应该在接下来几年有机会来到3纳米 甚至2纳米 所以虽然台积电在美国的制程 可能跟Intel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先进制程在台湾 还是处于丙先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它本身在更高阶的制程 其实我们认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竞争对手 这是第一个其实可能不会影响到台积电的一个大主的地位 那第二个虽然有竞争对手 但是如果产业的产值能够持续的扩大 那就会降低竞争所带来的一个压力 跟降低竞争所带来的订单被分散的风险 那其实根据一些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的一个预估 其实今年2021年全球的半导体产值应该会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大概4700亿美金的规模 那这个不会是风饼 预计其实在目前整个全球数位化的一个趋势的情况之下 到2030年的时候 全球的半导体产值会从今年的4700亿美金 再翻倍成长到1兆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速度 就是从现在开始 整个半导体的产值还会再翻倍 持续的走升到2030年的1兆美金 半导体的产值能够持续的扩大 那这个其实就能够去降低未来台积电订单 可能被他的竞争对手分食的一个压力 那其实连台积电自己都明确的表达 其实现在的台积电啊 大家不要小看 他股价已经涨到600块了 但是他们自己都评估认为 他们现在才正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成长更高的一个阶段 那最主要受惠于鱼 最主要受惠于高效能预算 受惠于未来的电动车甚至物联网 然后还有刚刚有提到的这一次的全球的疫情 都加速了各个面向数位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都会带动半导体的需求 所以台积电他也宣布要投入 三年投入1000亿美金 其实这个做资本支出 这个其实都是反映这个产值 这个持质还是非常的大 在持质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又有技术领先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太担心 台积电你的心态要调整 因为其实 现在为什么这段时间会有这么多人的投资人 有超过百万的股民会想要投资台积电 是因为台积电曾经有一段时间上演小飞象行情 所谓的小飞象就是这只大象插上的翅膀 开始从200块标到600块 一年的时间就标到了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可能变成是一只小飞象 可以飞一路的冲上天 但是这个小飞象行情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台积电 它其实就是一只大象 大象其实它走路就是稳健的慢慢的走 所以它不会再插上翅膀 但是它还是可以稳健的持续的走升 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节目 一开始就提到说台积电明年的合理的目标价 大概就落在702块 所以其实以现在目前600块来看的话 其实也顶多只有100多块的空间 所以其实它是大象 不是小飞象 那如果你把它当作大象 那你对它的投资 其实就是采用富贵我中求的心态 那就不要把它当作是标股来看待就好了 这个心态我觉得很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孙庆龙 跟大家做的这个提醒跟分析了 谢谢庆龙 谢谢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咯